东东港西潮州何提供成日前会刊 当地的里长跟宝玉协会李氏 两人先前就为了建设观念不同而结下梁子 这一回会刊又爆发口角 李氏标骂不雅自演气的里长当场呼他巴掌 李氏呢又拿着拐杖回击 双方不肯退让互相提告 你一般的会位 你会位啦 不要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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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骂不雅自演气的人一巴掌直接呼下去 对方被赏巴掌不甘示弱拿拐杖打回去 两人冲突起因于网路上 里长点名李氏功臣牟利 我不是说这人 你把我名字赞在上面 你如果不撤掉我一定跟你 我一定跟你说 我一定跟你说 你再来啦 一定再来啦 逼得对方非要把名字撤掉 怒火越烧越旺 原来日前屏东东港西潮州何提供成会刊 要解决围离影响交通视线 虽然最后达成共识 但期间保育协会李氏 却因为日前网路遭里长点名 功臣可能有拿好处 要求对方网路上撤下名字 这位里长没有去查证的作业下 在脸书上点名我的名字 还有社区法案协会李市长 意思是说我们可能有拿到什么好处 怎么会做这种设计 我的母亲 我怎么可以让任何人去侮辱这样的话 棍子马上打过来 我这里都受伤 事实上双方早在先前 就因为高压电塔影响交通 建设观点不同结下梁子 从网路比站炒到现场 甚至动手动脚 巴掌拐杖样样来 现在双方提告彼此怒火 恐怕只能交由法院平息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邦报道